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 我们节目点赞里面打赏 最近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副委员长 李鸿忠率党政代表团 到朝鲜去参加朝鲜的中战 70年 那么他提词 那副提词 特意被人家发表在微信公众号上 那字真的很慢 错字连篇 写的有点漫不经心 这一次呢 俄罗斯派的是国防部长少尼古去 级别是正部级 我们这边派的又是副国级 但是没想到 副国级享受的待遇 跟正部级有些不一样 不知道跟他写的那一首鸟字 有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按理说 李鸿忠是秘书出身 自己也当过 副市长 副省长 市委书记 宣委书记 政治局有人 字应该还是可以的 但可能长久没用 李鸿忠的鸿都写错了 都让人家感觉有点笑 但我今天谈的不是李鸿忠 这不是 有一幅观点呢 谈的是 秦刚 有一种观点认为被免职的外长秦刚是不善于合众联弘 又缺乏相议文明的理解 他留下的困局恐怕会让王毅更难收拾 这是署名汤明辉在台湾上报七月三上画表的文章 题目是秦刚造成的外交困境 让回国老将很难收拾 我查了一下汤明辉 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博士候选人 卡特中心中美印象特约撰稿人 非典型人文研究所曾经录为末代数位金顶奖 浪迹香港中国的上市企业公司 从事跨境投资和国际战略分析 那么现在是台湾思路文化协会的副秘书长 中国财产规划以管理研究会香港的秘书长 这篇文章是在台湾写的 还是香港写不知道 但是这个作者是实实在在有这么一个人 汤明辉认为他注意到了 在前外长秦刚失联的一个多月以后 普京注意他注意到俄罗斯 普京采取了更多激烈的举措 让中国的立场更难个转弯 坚洁的让中国一带一路和全球发展倡议 显得失色 俄国用了将近一个月 打破了黑海粮食协议和扩大了冲突的范围 让中国和在西方和发展中国家 两面不讨好的情况更加严重 不断的舆论上强加中国接受来自俄国的 有义无上限 使得中国逐步失去了俄国以外其他国家的认同 这些责任他认为来自已只上任七个月 外交部门没有能够管控中俄的主动与被动关系 他认为秦刚作为第一线的外交负责人 难辞其咎 王毅呢 再度披挂上任 这反映出秦刚下王毅上的茶杯领的风暴 反映了当前中国外交的举旗不定 他回顾了中国曾经奉行的结伴不结盟 是邓小平八十年代提出来 老邓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 是真正的不结盟 这条准则是中国外交圈从实践中摸索出来 有效的国际交往的路径 至少在2019年 以前能力被国官媒持续讨论 认为现在可能还是中国外交的主要基石 但你看到习近平主政以来 历经美中贸易战 俄乌战争几年的试炼 中国谋取军事而倾向俄国 俄国却以行动不断地拉扯中国结伴和结盟之间 来进行战略模糊 处于一个模糊状态 挑拨中俄关系的主动和被动的关系 比如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乌克兰原本是中国最重要的军事科技来源国之一 至少在航空武器工程上功不可没 但是今天的中国却没有把它俄乌之间协调 反过来尴尬地提供了俄国军民两用产品 莫名其妙走上了积极侧应者条路 王毅回到了外交部大院 该如何的极限思维和接办不结盟把握政治正确 是王毅支下了外交部极大的挑战 在地缘政治方面 俄国对乌克兰的侵略实际上是对欧亚路桥 北线上的一带一路进行一场极不负责任的外科手术 使得欧亚草原与心脏地带 再次现了历史上的没有秩序 因为战国再起的时间点 又发生了中国几乎全球发展倡议 和全球安全倡议的关键时刻 使得中国在2022年以来的国际战略重心 只能向南退缩到印度洋沿岸的海上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经济带 只能从中亚从龙线南线 经由土耳其进入欧洲 从阿尔多安天上掉下来的玄机的领域 击多了土耳其的阿尔多安 这实际上是中国跟欧洲关系上 一个很重大的损失 这个损失只能从俄罗斯上得到的车水 杯水车薪的回报 不足为多 所以汤明辉认为 假设有关俄罗斯克格勃 告知秦刚叛国的传言的指控是真的话 也许从结果来看 中国的侵俄路线 对俄罗斯更有利 秦刚作为外长 没有能够有效行使职责 窃窃地说 没有向决策者提出预警 或者风险管制措施 没有从大局建言 使得中国的东欧的战略空间受到体压 造成了中欧关系整体不利的影响 俄罗斯的战争初期的快速进取 也许让中国的外交部 或者是秦刚过于乐观 没有能够及时地把东欧情况 真实回报北京 以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的影响力 他认为足以让东欧国家沉默 事实上没有了 但是把这一点完全归咎于秦刚是不公平 因为这一点其实应该归咎于王毅本人 实际上是怎么情况 东欧各个国家除了匈牙力之外 都表示反对俄罗斯出兵侵略 波罗的海三国退 退出这个中国中东欧机制 还有14个成员国 但是捷克也表态退出 而这个机制2021年之后 没有再开峰会 也开不起来 实际上的工作机能不如以前 或以地缘的压力 波罗的海三国和捷克 只能选择台湾来制衡中国 波兰也选择跟韩国合作军工业 面临德国第一线的国家 不约尔同的在远东地区 选择台湾作为牵制中国的力量 这个责任也要有人来负责 俄乌战争央集发展中国家 动摇了所谓的亚非拉大团结 更是让中国陷入两难 由于俄国破坏黑海粮食出口的协议 再度让饱受大汉的非洲之脚各国感到无奈 整个东非地区多个国家 两千多万人处于粮食不安饥荒的危险 现在非洲大陆至少有八千万人 处于粮食不安全的状况 其中的爱萨尔比亚 肯尼亚 南苏丹 这三个国家 有一个一带一路关系非常密切 2022年的肯尼亚选举 耗资高达47亿美元的铁路 中国的建筑的铁路 不分党派批评 冲上来 债务陷阱粮食危机的双重冲击 又要面对俄罗斯破坏黑海粮食协议 一带一路 成全向非洲国家 全到其他国家许诺的稳定于发展 肯定更难实现 虽然中国很快呼吁各方不应破坏粮食协议 但是俄罗斯继续以无人机轰炸 靠近多脑河沿难的一直没有赶 使得中国所去背后的俄乌调停和人道主义的压力 持续无上限 那你玩不下去 李辉都不见了 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俄乌战争的决设 已经公开多次的质疑 七月后的北约 维尔纽斯的峰会已经公开的讲 中国是公开的野心和强制性政策 来挑战北约的利益 北约的安全观 北约的价值观 抨击了中俄的伙伴关系 美国的盟邦 分别在欧洲应对俄国 印太地区诸国的牵制中国 而今却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 亚太地区的亲美国家和北约核为一体 2022年到现在 中国的印太地区举行的联合经验中 俄罗斯至少参加过七次 两次在日本海域附近进行 东方2022穿越陆河岛 北部联合2023沿着日俄战争路线 穿越了对马海峡 北约和日本的关系日益的密切 不一定完全是因为美国的主导 两者共同出现的潜在的威胁 中国俄罗斯恐怕是更直接的推力 包括日韩的战略性和解 中国能在冷战时期 逐步走出外交的困境 并且加入了联合国取得 常任理事国的席位 主要原因是在于善于 在美国苏联之间 作为关键第三方的地位 但今天的俄国 从样造成欧洲国家安全上的威胁 但是中国却在这个时候 偏偏选择中俄有意无上限 提供持续提供 弊弹伊等方面的军事用品给俄国 这就进一步的促成了 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整合 他们的对华政策 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分歧点 而德国的智库 莫卡托中国研究所的指出 尽管中国声称自己是一个中立的行为体 但实际上它在这场战争是支持俄罗斯 主张战略自主的法国也持相同的立场 法国的总统的高级外交顾问就表示 中国不应该向俄罗斯提供能够用于侵略的物质 欧洲国家内部的杂音 反而在中国的举措下逐步的整合 甚至原来欧洲的极为政党也看到有义务停止鼓吹退出欧盟 呼吁从欧洲身份的认同来应对外来的挑战 意大利那个极为的总理上来就宣称要退出一带一路的倡议 汤明辉认为今天中国选择的外交路径 如果不调整的话 未来将面临俄罗斯以外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竞争 不是未来 现在已经是 而且还包括澳洲和加拿大两个资源丰配的国家 原本所谓的东升西这样的假设 可能是中国的新冠疫情期间 中国展示了治理的优势 但是它却忽略了西方国家具有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文明和地缘的优势 逐渐的整合的政经能力 不仅加速了当代地缘政治的分化 同时也加速了人类文明前现代 以后现代文明的分野 现在我们不知不觉被排斥在所谓的文明的边缘 甚至归入俄罗斯的阵容一边 我们也知道西方国家 掌握了半导体科技 人工智能 还有脑机 脑体一体 脑机一体 未来 它为了自己这些东西 以去风险化 要保留保护他们的文明成就 虽然这个做不利人类文明和意识的在启蒙 但你那指着今年事业初 秦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 反而让中国陷入现代化历程的挑战 他把矛头对准是秦刚 一个只当了七个月外长的秦刚 他说一个不善于合众联合的外长 有些话相议文明之间的理解 恐怕让王毅的回国 更难收拾这个烂摊子 最后的句话 眼下艰难的国际战略难题 如果危害到中共两岸统一所需的条件 恐怕不是一顶乌纱帽可以善良 但无论是外交的缺失 还是两岸统一的难题 把所有东西一股脑推到秦刚身上 我认为这也是另外一个不公平 首先汤明辉的文章的关注点是 中国在地缘政治外交 自觉不自觉趋向一个俄罗斯结盟 俄罗斯打乱了你的结伴 逼着你向结盟方向前进 当然这个根本上违背了结伴不结盟的 传统的中国外交原则 但是把这方面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上任 不到七个月的秦刚身上 既没有办法解释真正的增结点 因为秦刚的前任就是现任的外长王毅 中国外交真正的决策者 不是秦刚 不是杨洁篪 不是王毅 而是习近平 第二 俄罗斯的地缘政治 对中国的战略布局 总是扮演拆台 破局的角色 明确的效果是 献中国于不易 献中国于被动 一带一路也罢 全球发展创业也罢 中规关系也罢 中美关系 中欧关系 中日关系 中韩关系 甚至中国和东盟的关系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 都受到了俄罗斯的战略期盼 抵消 甚至完整的破坏 第三 我们一再的节目中提到 建国以来的外交战略布局上 甚少出现 这些年的首属两端 左卫为栏的尴尬和被动 汤明辉把这种被动和尴尬 一股脑推到秦刚 似乎更多次想为习近平 王毅和杨洁篪 谢伯谢主 我认为这缺化令人说服的理据 秦刚被汤明辉认为是一个 不擅长合纵连横的外长 其实王毅也是 王毅的直接领导人 习近平 似乎是过去十多年 中国外交最后的一锤定音者 现实艰难的外交战略的难题 哪里是王毅 秦刚能完全概括承受 这是另外一种打死老虎的作法 我认为极不负责任的结论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老杨到处理据 不负责任的结论 一种打死老虎的筷子 不负责任的结论 老杨到处理据